王者榮耀就不要想玩这个 可是他限时间啊没到年龄啊 冬奥中国队跳水冠军全红蝉的苦恼 就是玩游戏王者榮耀被限时间 限制他的不是爸妈不是教练 而是游戏本身对未成年用户的规范 就在8月3号推出王者榮耀的公司腾讯 再公告更严格的限制 未成年玩家玩游戏的时间 节假日从三小时缩短到两小时 平日从五小时减到剩一小时 而且每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8点都不能玩 此外未满12岁的小学生不能在游戏消费 腾讯公司会自己出手限制用户 是因为已经被盯上 腾讯游戏王者榮耀被央媒点名 直指游戏产业是精神鸦片 报道当天腾讯股价暴跌 因为媒体批评王者榮耀让未成年用户沉迷 腾讯不得不采取所谓的健康系统升级 除了限制玩游戏时间和消费 后台巡逻员也从每天固定凌晨12点会问你几岁 到现在改成整天不定时抽查 这个游戏呢 它有去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形象 从根本上毁坏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将三国时期开国皇帝刘队变成了一个黑暗交付 根据陆媒统计王者榮耀平均每天有5000万人次在玩 被外界检讨的还有人物特色设定和造型太过曝露 就在自家当红游戏饱受批评的时候 北京人民检察院6号又公告 说腾讯应用程式微信的青少年模式 不符合相关规定侵犯未成年的权益 对此腾讯火速对外回应 他们很重视青少年健康成长 会承担保护和引导的社会责任 TVBS新闻综合报道